减肥是女生不变的话题,拥有一个苗条的身材,是每一个女孩子的愿望。 小编今天就来介绍一个七天早餐减肥食谱,方法步骤煮玉米加蛋花胡萝卜丝粥这款早餐的能量为300千卡,蛋白质18克,脂肪8克,碳水化合物40克,还富含维生素,特别是抵抗辐射的维生素A,做法,提前煮好的玉米,早晨用微波炉加热,炒胡萝卜丝味道粥里,将熟食甩蛋花,用盐调味。 这款早餐热量低,而且吃后能让人保持口气清新,啃一啃玉米,扎几口淡淡的咸粥,能让人从内到外都清清爽爽。 豆浆餐材料,豆浆豆浆配油条等其他主食,都是不错的选择。 做法,其实自己做豆浆很简单的,买个豆浆机,前一天晚上把豆浆浸泡好,早上起来把大豆放到豆浆机中,只需要15分钟。 一碗热腾腾的豆浆就好了,除了黄豆还可以加入黑豆、红豆,这样营养又美颜。 这款早餐最具中国特色了,女人喝豆浆好处多,可以预防妇科疾病。 豆浆是植物蛋白、碳水化合物和蛋白之类的食物都有了,营养丰富。 豆奶加蛋白粉餐材料,豆奶、蛋白粉、火腿面包这款早餐重点在于蛋白粉。 蛋白粉的营养丰富,含有植物磁激素,让你健康、美丽、苗条。 加入蛋白粉使你精力更充沛。 现在市面上的蛋白粉有很多种,果蔬餐材料,蔬菜水果汁,煎蛋三明治简单的一顿蔬果早餐,就能满足一天为,生素需求。 做法,用不粘锅煎蛋,无需放食用油,再去亮片全麦鞋片面包,还可按个人口味加火腿。 生菜和托汁沙拉酱,用石令水果调配果汁,鲜橙胡萝卜汁,甜花苹果汁,纯米喉桃汁,纯黄瓜汁都会是很好的选择,有助于排出体内毒素,增强新陈代谢。 玉米餐材料,玉米的两匙,牛奶一匙,麦片一匙,这款早餐以玉米为主的健康营养餐。 玉米羹做法方便简单,做法,将材料用开水充饮即可,如果觉得不够饱,可以前一天晚上煮好一根鲜玉米,第二天早上微波一下,配玉米羹。 玉米含有大量膳食纤维,是粗粮中的保健佳品,对促进人体消化颇为有利,玉米羹是瘦身主食,营养丰富,有身体比较不容易吸收的糖原,很利于减肥。 牛奶餐材料,牛奶,苏打饼干这款早餐以牛奶为主,比较稀释,西方人吃早餐都不浪喝杯牛奶,牛奶中含有丰富的钙,维生素D等,包括人体生长发育所需的全部氨基酸,消化率可高达98%,是其他食物无法比拟的。 做法,超市购买的牛奶可以直接冷饮,加热也十分方便,些牛奶则需要煮沸五分钟,才能保证细菌被杀死。 吃早餐的正确顺序是先吃苏打饼干,再喝牛奶,牛奶不要空腹喝,未曾蔬菜餐材料,未曾蔬菜豆腐汤,两个手券寿司。 这款早餐比较日式,日本人的身体都比较轻瘦,这个很大一个原因,跟他们的饮食习惯有关,细,早上喝点汤,一天精神都饱满,做法,蔬菜加入豆腐煮开,加入日式味噌酱料,寿司的原料都是隔夜食用不会致病的,所以手券寿司可以在日式料理店或超市前一天买好,也可以自己前一晚做好。 这款早餐是多纤维,低热量的,未曾是日本家常大豆类酱料,含丰富蛋白质,低脂肪,适合长期食用,享受的女孩子,你们学会了吗?可以快速瘦身哦。 谢谢大家。